Darkness, Tak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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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今天來跟各位介紹 Warframe月神P的硬感型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月神P的進化路線吧 好,那首先是那個 進化1啊,進化1呢 就是我們要殺怪爆頭 然後才能去充能,那充完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變成硬感型態 那變成硬感型態之後呢 我們的月神P他會直接從 機槍變成一把全自動的 限彈槍啊 那還有200發的子彈 對,就是有點像機槍限彈槍的感覺 好,那麼再來第二個 進化2,進化2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我們左邊的就是增加12的基礎傷害 然後護甲超過450的時候 會增加4穿透 那另外一個是增加10的基礎傷害 然後我們如果是用切割把怪殺死的話 那麼我們會獲得100的超載護盾 那這兩個呢 我個人是比較推薦大家選擇左邊這個喔 呃,不是說右邊這一個不好啦 應該是說左邊比較泛用 比較通用啊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當我們如果護甲 沒有超過450的時候 我們左邊他加的機傷比較多 多了2點機傷 那我們如果有超過450的話 我們因為這是一把實彈類型的武器 那我們有穿透也是會比較好用一點的 就是我們可以打到墻後面的怪 或者是打到啊 就是一坨怪黏在一起 然後我可以用穿透去打到後面的怪這樣子 那基本上左邊這個是蠻泛用的 那右邊的話個人覺得他用起來 沒有到這麼的有感覺啦 雖然說他是會幫我補超載護盾 可是一百超載護盾 說真的他扛不到什麼東西 那再來就是你打鋼刃的話 你要如果你的傷害就是 都要以切割來收尾敵人的話 呃,還是有一些時候要看運氣啊 就是沒有到很推薦啊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 就是推薦大家選擇左邊這個 好,再來是第三個 進化3這裡有三個 第一個是-50%的武器後作力 第二個是-50%的精準度 那麼第三個是-50%的裝填速度 那我自己個人啊 是推薦大家選擇最左邊的這個-50%的後作力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等一下我們會搭配一個穩定槍手 讓他直接變成雷射筆 就是我們直接是0%的後作力啊 那不選擇中間跟右邊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我們的一感型態的武器 基本上我們衝完能 我們就直接轉一感型態 那我們裝填這個屬性就不太需要 那再來是中間這個精準度 呃,有些人會想說 限彈槍需要精準度啊 但等下會給大家看 這個限彈槍 基本上他的精準度很高 非常的高 我們根本不用擔心 就是他... 呃... 那個子彈很分散這樣子 他基本上這個限彈槍 呃...要講限彈槍其實也不能像限彈槍 他就是有點像是 一次射出很多發的步槍 對應該這樣講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他就是子彈是很密集很激動啊 那我這邊是推薦大家選擇-50%的後作力 好,再來第四個 第四個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是空彈夾裝填時增加6的擊傷 最多疊加兩次 那第二個是我們如果有一種異常狀態的話 會增加40%的傷害 那基本上就像液礦超量一樣啊 那麼再來第三個是暴擊傷害倍率增加0.6倍 那我個人這邊推薦大家是選擇我們中間的這個 欸那不推薦選擇右邊跟左邊的原因是因為 呃...空彈夾裝填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需要射完兩個彈夾之後 他才可以吃到他最大的效果 那就算吃到最大的效果啊 他的增加12的擊傷其實 呃...以這個硬感形態大家看 240的擊傷根本沒有什麼樣的感覺啊 就是...增幅很無感啦 那麼再來第三個呢 增加0.6倍的暴擊傷害啊 那這把槍本身他的暴擊倍率就已經很高了啊 那3.4倍我們加0.6倍變成4倍 其實說真的 他的增幅沒有到很大喔 就是...欸...也是一樣很無感 那跟這個中間這個算起來的增傷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中間他是我們就是 沒有一直有異常狀態的話他會增加傷害 那我自己試過這一套配置啊 就是他基本上是穩定能夠觸發三種異常狀態的 那我們加起來傷害就是加120% 那這一個...這個硬感呢 選擇中間這個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在我們激昂才能啊 負能啊還沒有疊起來之前 他也能夠給我們提供一些些的激傷喔 就是...還不錯啦 就是算是一個可以幫我們解決前期傷害不太足夠的問題這樣子 好...那麼現在在這邊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有一個bug 這也是我剛剛發現到的啊 就是我在這邊切換硬感的時候 這個穿透他會莫名其妙一直上升 哈哈...這個...我是不知道還有這個bug是什麼鬼啦 但是...這個其實不影響我們喔 他只有在硬感型態這邊的時候 他有這個bug可以讓我們增加穿透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如果有人太顯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個穿透按到1000啊 還是多少然後截圖給朋友看這樣 哈哈哈哈... 好啦...那這是題外話啦 那接下來就是給... 大家去看一下這把月神P的... 欸...不對...還沒講...還沒講配卡 現在先給大家看一下月神P的配卡啦 好...那麼月神P的配置呢大概是長這樣啦 好...那麼首先呢 我這裡是主打一個病毒切割的...流派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本身這把槍他的暴擊機率比較高一點 那...除此之外 暴擊機率比較高 這他有一張... 呃...火衛2的那個卡 就是我們的殺戮針蒂 他能夠讓我們一直疊加他的暴擊機率 那...暴擊機率特高的情況下 基本上...呃...我就會想要玩切割流 就是病毒切這樣子 那...由於這一個硬桿形態 他又是變成...啊...現彈槍的感覺 他多重彈頭非常的多啊 那基本上我們的觸發就不會到...太過於不足啊 雖然大家看這個只有9%的觸發喔 但因為他多重收集很高 所以說...我們這個9%其實很容易觸發滿10層病毒 那所以這邊呢我就會放了兩張晶元素的病毒啊 就是致命火力關板充斷頭去組成病毒元素 然後放一個立者戰備去提供他的切割屬性 然後再放一個殺戮針蒂 去疊加他的暴擊機率 那這邊呢...呃...我是放了...呃... 激昂才能去提供他的基礎傷害的時候 是因為他是死彈型的槍 那麼激昂堂是去提供他的多重射擊 再來我這邊放了一個弱點感應去提供他的暴擊傷害啊 那如果說有重錘射擊的話也可以換成重錘射擊啊 就是啊...我們的觸發會高一點 不過...我自己是覺得啊...沒有到這種必要啦 因為說真的他9%觸發真的很夠用啊 沒有到很...很必要再撐上去啦 那麼...我這邊...呃...白雙彈頭不放低溫彈頭P的原因 是因為個人覺得他的職傷真的很無感 最主要的傷害還是以我們獵者戰備來打傷害啊 不過說實在...在一直射一直射的連...連射的情況下 你要收尾...真的不知道是切割收尾還是...你的職張收尾喔 就是...很難說啦 那麼...再來這個...MOD 收尾這一張是我們的彈性卡槽 那我個人是推薦大家放施裂P 去提供我們射速跟穿透 那...有時候我想說啊...我不是已經前面硬感型在選的穿透了嗎 那我那邊是有...做一個...當我們的護甲沒有超過450的...做一個考量啊 就是...如果我們護甲沒有超過450的話 那麼我們就是...呃...可以用施裂P去補那個穿透 那...如果有穿透也沒關係 我們的穿透更高有6.2 那這樣子我們...呃...射牆後面的怪也會比較好射啊 那...最主要的還是因為他的射速 要拿他的射速去...那個...呃...改善他的手感 那如果...自己覺得...欸...我100%我的戰甲的護甲絕對會高於450的話 那麼你可以考慮換成我們的... 卑劣加速去提供他高額的射速喔 這樣子 好! 那麼在復能這邊呢 我就推薦大家選擇我們最泛用的主要武器啦 主要是好疊好用啊 那再來是我們特殊光潮 我會建議大家放我們的穩定 搭配我們的硬感型 他就可以達到100%的...呃...減100%的武器後座力 也就是說我們的後座力基本上是0啦 那就會像是雷射槍一樣 好!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去看一下這把月神P他的實戰效果啦 好啦那麼現在讓我們來到我們熟悉的虛空鋼刃界面 那接下來就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月神P他的硬感型態大概是怎樣啦 那我自己是建議大家就是我們在使用他之前可以先去... 秒頭 就是打怪充能啊 讓他變成硬感型態這樣 那基本上我們一隻怪啊 他是能夠讓我們玩好充滿那個... 呃...硬感型態的能量喔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傷害啊 實在是有一點點的低啊 相信在還沒硬感型態就是有在玩... 呃...月神人應該都會知道 他的傷害是真的有一點低啊 那...我們可以利用他傷害不夠的這個優勢 欸!讓我們來... 充這個硬感型態啊 那充完能的話 大家看我基本上東西疊起來之後 我的傷害也就起來了 那...呃...我的暴擊機率完全是以這個殺戮技術提供啊 那大家也就會發現到 欸!殺戮技術他其實是有上限的喔 他最多是能夠給我們提供500%的暴擊機率這樣啊 那我們...呃...沒有硬感型態的話 基本上也不用擔心啦 我們就找個怪 然後稍微...射一下他的頭 那我們因為高射速的關係 就是有雙撕裂P這個射速MOD 所以說大家會發現到 我基本上...呃... 充能是超級快的啊 就...只要稍微瞄準 就要不然就是沒有瞄準 你不小心稍微晃到...晃過去 你基本上就充滿能量了 在那邊死掉了 稍微復活一下 等一下...怎麼好像還少一隻怪 剛剛那隻C族沒有死嗎 有了有了有了 好那大家會看喔 基本上我把這把槍 就是硬感型態 拿來當成狙擊槍用 也不是問題喔 就大家會看 我基本上...射這個牆壁 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基本上...欸!他怎麼沒有彈口 好吧 那...基本上大家會發現到 他打的這個傷害 欸!這個大家有沒有看到 基本上都是在我的準星真中央啊 就是沒有...沒有超過這個... 呃...硬感型態獨特有的這個...指標 就是這個U型的那個東西 他是沒有超過這個範圍喔 基本上我們打很遠的怪 他的...欸!對!他的擴散 基本上很小喔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推薦大家就是 不用特別去選這個...加精準度的原因 主要是他本身精準度已經夠高了 大家可以看我動不動 可能50發子彈 我的硬感型態就開了 那...在硬感型態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彈藥是...呃...充能的 就是...額外獨特的200發 所以說基本上這把槍 他也不會到很缺彈藥 你只要...呃...隨便用 大撒彈基本上也不是問題 那...畢竟說...他還是主打病毒切啊 然後他就是一個...現彈的那種... 那基本上...我們這些小怪 我們還是可以輕得非常的快啊 就傷害是非常足夠啊 啊...只是說因為他轉...轉換...轉變的時候 就是他算是切換彈藥 那切換彈藥的話我們殺戮... 殺戮技術他就會...重製 欸...大家有沒有看到打這個結合一次目標也那麼痛 就是他的殺戮技術基本上也是會重製的 那所以說大家也不用擔心 就是當我回去的時候...就是像這樣 沒硬感型態的時候 然後我的傷害太痛吧 怪不然秒了怎麼辦 不用擔心...大家有沒有看 我傷害完全沒有 他殺戮技術要重新疊 所以說我可以非常的好利用傷害低的特性 去做一個充能的動作 那充完能之後呢 我們也不用擔心傷害太低啊 我們因為他是現彈槍的關係 所以我們打一發 我殺戮技術就疊了62.4% 這個殺戮技術是疊的特別快 那也就是說我們的硬感型態很好暖機 然後我們的非硬感型態 他又不好暖機 那不好暖機的話 我們的傷害就低 我們的傷害就低 我們就容易去拿他做一個疊... 疊那個硬感型態的 那基本上我個人是覺得這一把武器 這樣設計是真的還蠻好的啊 蠻好用的蠻完美的 就是剛好解決到那個萬一傷害太高 然後沒辦法爆頭 硬感型態疊不起來 欸對相信 那個有看我之前的影片 應該大概已經猜到我在說哪一把了 那那一把武器呢 我真的是覺得他真的是有點太誇張了啦 他本身傷害就痛到我很難去疊硬感型態 我也覺得他有點煩惱 雖然說他用起來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喔傷害是蠻痛的 而且也用起來也還不錯 不過他就是很難很難疊硬感 好 那麼這一次的影片呢 基本上跟之前都一樣啊 就是我一樣會等 就是5分鐘後 蠻黑來的時候 給大家看一下這把武器的硬感型態 在打蠻黑的傷害究竟是如何 那由於畢竟是實彈類型的武器 所以說我們需要去貼在怪臉上打 那蠻翔就很容易一直死啊 那所以說大家會看到蠻翔一直在復活 那大家看我基本上現在 根本沒有彈藥缺的問題 通常都還是在拿硬感型態 因為說大部分時間啦 真正能殺怪的時候都是硬感型態啊 那不能殺怪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們換成普通型態的時候 充能的時間也不會太久 那個人覺得他是真的 算是有把那個月神P給救回來啦 只不過他救的方向不是到很主流就是的 就有些人用爆炸類武器 還有什麼可能不喜歡這種戰鬥方式 那還是會覺得這把武器很難用很爛這樣子 那蠻翔自己個人就覺得 他已經好很多了啦 已經真的把月神P有算救起來了 就是已經跟之前的刮殺流差差的有一點 已經有那個差距已經有拉開了 他是真的有進化的感覺 好那蠻翔黑出來的話 然後我們就給大家看一下他打蠻翔黑的樣子 欸欸欸欸欸欸欸 好那我們先封鎖一下他 那我們打蠻翔黑 大家可以看 基本上我因為殺路 激增地疊得非常快 所以說我打蠻翔黑的傷害是非常的高啊 那大家可以看 基本上傷害就很高 然後我們很快就可以把蠻翔黑給打死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前往側離點吧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下一個大大的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幫我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介紹開你的小鈴鐺 這樣子我所新的影片 他才會第一個先通知你 然後各位如果還有什麼想要看的 Wolfman的武器啊 或是一些打一些有的沒的啊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去告訴我 那我如果看到的話 就會把它排入我拍影片的行程裡面這樣子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掰掰掰掰